由台电公司与门诺携手合作 在今年迈入第16届的希望种子计划 15号上午是正式开跑了 那么22位的录取学生当中 就有6位是过去几年 攻读表现优异的学生再度回锅 而希望这个透过参加门诺相关 事业体的攻读计划 来了解社会弱势的需求 那么也提前进入到职场 培养正面的价值观 迈入第16年的台电希望种子计划 在15号上午正式开跑 今年报名计划的人数高达145位 并在其中筛选处以中低收入户和原住民来优先录取 最后的22名学生分别被安排在门诺医院 受封分院、基金会等地方服务 那么过去陆陆续续回返乡服务的也有无需多位 目前在门诺机构里面都还有9位 其中有5位是在我们总院 他们大部分在护理跟社工方面在服务 有两位在分院 有成交有两位 基金会有一位 那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 今年的公读日期从7月8号开始 一直到8月14号 为期6周每天8小时 只要做满一个月薪水就有3万5千元 除了让学生得以分担佳绩 也能了解社会弱势的需要 就是喜欢社福州 因为社福州的话可以去收工分院 然后帮忙带动老人家 然后可以帮忙喂食 而且星期三的话也有交通车服务 虽然是短短的那个相伴 但却给他们不同的感受 台电台北总处副总经理徐兆华表示 16年来看到这么多学子 在希望种子计划中 丰富自己的生命 这是非常有意义且令人感动的 台电将会与门诺医院持续合作 加会更多花莲学子 那我刚刚看的影片也非常感动 我觉得各位来这边真的是 服务箱服务地方 也帮助自己 那更重要的是 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得到很多的学习的机会 然后除了你的学习也好 或者是在工作的态度也好 那我想也跟大家建议 除了各位有热情的心 也要来多多跟我们门诺的这些先进 学习工作的态度 工作的效率跟做事的方法 很多的事情是在学习中能够预予成长的 台电希望种子计划过去15年来 共有244位学生 352人次参与 台电公司补助金额高达1300多万元 除了协助花莲在地学子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也透过社区服务的参与 让学子们实地服务贫落家庭 也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提前认识职场 培养出正面的价值观 一路有名 希望将随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